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点八万多名士兵参加联系 其中包括一万名驻韩美军和八千名增援美军 联合军演让朝鲜半岛的军事骤然升温 不仅如此 三月二十八日 也就是联合军演开始后的第十八天 两架美国B-2隐身轰炸机突然出现在韩国上空 这让原本就颇为复杂的半岛局势 气氛更加紧张 第二隐身轰炸机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B-2又有着怎样惊人的威力呢 在2013年3月的这次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开始之后 韩美联合司令部方面一直声称 此次军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防御能力 可是当两架美国B-2隐身轰炸机在韩国突然现身之后 有关队军演目的只是为了提高防御能力的质疑声 甚嚣陈伤 因为B-2隐身轰炸机绝不是什么防御性的武器 它威力巨大 是美国军队引以为豪的王牌武器 3月28号 当B-2隐身轰炸机飞抵韩国之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从南非金砖峰会返回 正在前往索气的飞机上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还在飞机上的普京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 3月28日 俄罗斯黑海舰队突然接到总统普京的命令 要求俄罗斯黑海舰队立刻派遣一艘军舰 在黑海地区开始军事演习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是俄罗斯四大舰队之一 是一支具备现代化装备以进攻为主的舰队 原本俄罗斯军队早就有过突然军点的限定 然而这一回 却恰好与B-2隐身轰炸机的出现发生在同一天 时间上的巧合让人们不免怀疑 普京的举动是否与B-2的出现有关 美国从本土起飞两架B-2 到在韩国的美军基地这边进军事演习 同韩国军事演习 据报道是投资了两枚舌弹 但这个不是原子弹不是氢弹 它是可以携带原子弹的这样一个战略武器 在那边投资的是一个不飞核弹的这样一个弹药 那么投完就飞走 很牛的显示出强大的这种意志 黑海舰队的演习行动跟B-2虽然在同一个时间发生 都是姿态 都没有造成一个杀人后果 都是警告潜在的危害者做事情谨慎一点 我想就是某种程度上是这两架在世界不同地方 差不多时候都在设施地区和全球影响 正因如此 B-2的出现使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复杂 那么B-2引设轰炸机到底有哪些厉害之处呢 第一个厉害之处当然就是它的引身能力 作为一款轰炸机 B-2与它的轰炸机家族成员同样 具有庞大的身躯 以便能够携带更多的弹药 然而自轰炸机诞生以来 世界各国的军事设计家们就一直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让轰炸机庞大的身躯 可以不被敌人的雷达发现 B-2的话呢 它设计的时候它是亚因素 你被人家雷达看到了 根本不安全 因为你的速度 0.9个马赫数 你战斗机两个 后面一下子追上来 你往哪逃 几家战斗机盯着你 你又没有复航 长驱没有复航的 所以它就是说 在没有复航的时候 要不能让人家的电子眼睛看到 就雷达不能看到 B-2轰炸机呢 应该是人类航空史上的一次杰作 从材料以身来看呢 做得是非常好 它这种材料呢 一类是可以让雷达波穿透 就是雷达波可以不在穿透机体的过程中 产生折射或者反射 另外一类呢 是属于吸波材料 通过在机体上进行这个喷涂 雷达波在照射的过程中 就被吸收掉了 或者说我们被吃掉了 这样呢 它在整个雷达的反射特征上 只相当于一只小鸟 那么其他的这种轰炸机 那么它大得不得了 包括现在战斗机 间接轰轰炸机 也有几十米的雷达发生面积 所以从整个隐身特征 特别是对雷达的这种隐身性能上看呢 这个还是独一无二 所以B2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号 叫幽灵 你不知道它从哪个方向来 你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 然而隐身只是B2诸多过人之处的影响 它还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卓越的飞行能力 人类对大天世界认识当中呢 知道空气 那么逐步逐步发现出 对空气流动和压力的一种相关的 一种物理的规律 就通过这个伯努力方程 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种规律 使得飞机在飞行的时候呢 有这样一个我们叫飞机机翼的东西 使得机翼上下端的气体流动速度不一样 然后上下端所接受的压力不一样 然后呢 这样一个压力差越大 就可以把这个飞机往上抬的力量越大 那就是整个对它的脱举的空气动力要大 那就是你的驿站要大 那么现在呢是革命性的思维 我把整个飞机作为一个平面 作为一个机翼 不是双机翼 整个飞机是全机翼 所以它牛就牛在革命性思维 所以这样的脱力就大 战斗力大 B2的问世让美国军方兴奋不已 B2在不加油的情况下 可以飞行大约一万一千公里 如果有一架B2从驻韩美军基地起飞 那么它的作战半径将覆盖整个亚洲 不仅如此 B2还可以携带几万公斤的弹药 换言之 它可以同时携带至少150枚的常规武器和50枚核武器 其中也包括原子弹 再加上隐身的功能 它的威力可想而止 阵营如此 2013年3月28日 当两架B2隐身轰炸机在韩国上空出现之后 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多贵云局 虽然这次军演并不足以显示出B2的全部攻击力力 但是这一次军事演习却依然能将人们的记忆 瞬间带回到1999年B2的那场实战处女秀 其实早在1988年 美国人就公布了B2的外观图片 当时全世界都为这种奇特的飞机外形所震惊 黑色的躯壳 远看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蝙蝠 有人怀疑它是否能够飞起来 也有人说 B2根本就不是人类设计出来的 而是美国人在外太空抓捕到的外星人 为了换取自由而送给美国的交易品 尽管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 然而在这种说法的背后 却隐藏着人们对B2的种种不可思议 B2问世之后一直没有参与实战 直到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B2隐身轰炸机终于完成了它的处女秀 那一次亮相让B2一战成名 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发生在当年南联盟内部 塞尔维亚民族和科索沃阿民族之间的战争 1999年2月6日 在美国和北约的压力下 塞尔维亚代表和科索沃阿族代表 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伊埃举行和平谈判 谈判的基础是美国人草拟的方案 3月18日 阿族代表签署了协议 然而塞尔维亚方面却拒绝签字 美国和北约认为 这是因为塞尔维亚背后有南联盟的支持 因而在3月19日向南联盟发出了最后通牒 5天以后 也就是3月24日 北约发动了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 科索沃战争爆发了 弱小的塞尔维亚在武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 利用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顽强的反抗 更让美军意想不到的是 美军一架F117竟然不幸被记录 F117是美军第一代隐形战斗机 虽然服役已久 但是却屡历战功 是美军的老牌战机 美国觉得很震动 因为美国认为 所有的隐形都是无敌的 因为人家电影看不到 你可以拦我的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它的速度是要比 就是声音速度要低 所以战斗机都跟得上来 战斗机跟巡航导弹一起飞 战斗机可以超音速的 战斗机可以看着你 从后面赶上来 再用它的机关炮 都可以把你打下来的 但是隐形的话是什么 电子眼看不见 电子眼看不见 它不会警告的 也就不会战斗机上去 去找那个东西 你只要是雷达看见 然后再发出警告 然后指挥员就把地面的 战斗机放上去 你根本看不见 怎么看不见的飞机 居然被打下来了 说明还是看得见 这架飞机它的隐身能力 和B2相比差距很大 因为它虽然采取了内置弹舱 但是它投弹的时候 需要把弹舱打开 那么如果弹舱打开 就形成一个垂直的角度 那么至少弹舱的外盖板和机身 就形成了一个90度的夹角 所以在无形中 弹舱打开 炸弹落下 在这个时间点上 它的雷达反射面积 剧烈增大 比如说之前所做的所有的隐身的功能 包括它的出动 它的巡航 以及它目标的这种跟踪和瞄准行动 都是隐身的 那么只有在头战这一刻 它隐身功能完全丧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南联盟军队抓住这个时机 使用比较老旧的防空导弹 击落了这架FOL7 所以南联盟或者南斯巴夫军队非常兴奋 在广场上他们庆祝的口号是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是隐身的 三尔维亚军队的有力反击 令美国和北约震惊不已 迫使美军决定动用B-2隐身轰炸机 三月下旬 两架B-2隐身轰炸机 为连美国空军怀特曼基地 实施长途温习 这两架飞机的机身大小 远远大于被击落下来的FOL7 然而他们却成功地突破了 南联盟的雷达防径 在没有受到正常拦截的情况下 对准南联盟相互夺利用地标设施 陆续投下了32枚联合制导导弹 而后 B-2战斗群总共完成了 44以上的飞行任务 发射了1280枚联合制导导弹 B-2隐身轰炸机的神奇出现 当次阿雷达军队失去了招架能力 他们肆意地在南联盟上空队来接去 所有的雷达设备都行途虚神 B-2所携带的这些远程打击弹药 它就能够具备一个像开平器 或者踢门器这样一个作用 它在战争发起前 它利用自己低可视度这样一个特点 潜入到对方的战区上空 又在对方的防空圈之外 就发射着一些具有摧毁能力的弹药 把你的这些防空设施 雷达设施进行摧毁 甚至是一些作战的指挥中枢摧毁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对方军队 就处于一个瘫痪状态 它扔下来的炸弹 不再是自由航弹 根据空气的阻力 根据地球的引力 让它下来 这个是看人的头弹员的本事了 它这个炸弹本身是有里边的小的计算器 它知道我应该在炸到哪里 我现在偏了它跟卫星对话 我现在在哪里 我的目标在哪里 里边在计算 把它再扭过来 这样的就是平均的一个误差 是两米 常规炸药一蹬下来 误差两米 照样把你炸掉 它可以在老远的地方 没有进入战场就投掉 回去了 巡航导弹 在它的卫星的这样的制导下 照样可以再奔袭几十公里 所以这个飞机在战场外几十公里 或者十公里 它是安全的 直到被炸弹打上 你都不知道 头发射炸弹的 这个战争平台在哪里 因为它在战场外发射的 发射后不管 而且照样打上 从战争的政治后果 从战争的战略后果来讲 都是说恐怖性的武器 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 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被弹药击中炸毁的严重事件 而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美军飞机 就是第二隐身攻打击 要求北约 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可是美国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却十分无理 他们居然声称 这是一起悲剧性误诈事件 美方的这一言论显然是一派无言 美国人所讲的误诈 它不是指弹药不够精确 它使用的接待防区外联合攻击弹药 这个本身它的性能是没有问题的 它所指的误诈是情报事物 因为轰炸的程序是这样的 先有情报机关 把目标信息交给计划作战的参谋人员 然后这些参谋人员 再标出任务的标书 把这些任务传达给作战执行单位 比如比亚这架飞机 然后这架飞机输入任务电脑以后 就按照它的这个任务指令 去对目标进行投机 所以美国人所声称的误诈是指 说我用那个情报地图过时了 标错了地方 它不是说我弹药不准 可是我们从实际的效果来看 它这个打击效果来看 比如对这样一个 就我们驻南联盟使馆 要用五枚弹药来进行摧毁 也就是说是要做彻底的摧毁攻击 同时它还使用了一些 比如说穿透地下室 这样一个穿透水泥楼层 这种隐性就特殊的隐性 我个人的看法 说它是物诈是很难讲通的 从最后发现的五枚炸弹来看 基本上把建筑的主体全部贯穿 有的炸弹已经打到了地下室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 B2投掷的这种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不仅具有精确的杀伤能力 精确的命中精度 而且它钻地功能 特别是对兼顾的点目标的攻击能力 也异常强大 那么如果其他战斗机 其他空炸机也同样误炸了目标 那么B2这种物诈才有合理的成分 但从现在来看 其他的攻击行动 没有产生类似的物诈行为 所以B2的这种物诈 的确要打上年号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 最终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道歉 并承诺将对中方的人员伤亡 承担赔偿责任 1999年6月10日 北约宣布暂停对南联盟的空袭 同一天 联合国安议会通过了 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洛问题的决议 历时两个半月的科索洛战争 至此落下帷幕 科索洛战争结束以后 B2隐身轰炸机成为了各方热议的焦点 然而不管怎样 谁也无法否定B2隐身轰炸机的作战能力 无论从外观上还是从性能上看 B2隐身轰炸机都似乎完美无瑕 可是这样一架即隐身远航精准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 造价也自然不菲 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 一架B2的造价竟然高达24亿美元 因此直到今天美国一共也就只生产了21架B2 2006年美国政府和B2的制造商洛斯罗普格鲁门公司达成协议 开始对21架B2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 可是就在升级改造尚未完成之时 意外发生了 一架被誉为美军王牌飞机的B2竟然坠毁了 2008年2月28日 一架美军B2隐身轰炸机在美国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坠毁 以时间各种谣言甚嚣尘尘 美国一些媒体甚至声称 一架B2的坠毁就能让美国军地的战斗力下降5% 这次偶然时间 终于让B2隐身轰炸机的技术披露得以好 B2的最大缺点 它就是它的最大的优点 高技术就意味着非常复杂的这种装备 所以我们在关岛看到坠毁的那一架 它就是这个湿度和温度的感知 这气出了问题 这样一些小的一个探头出了问题 就会导致这样一个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装备坠毁 可见高技术也是非常高维护环境 它的维护或者使用的环境要求非常高 据我所知 21架B2它随时可以启动作战的只有三分之一 也就切架了 设施价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在维修 太贵了 24亿美元一架 碰到任何的潮湿天气 它这个机翼是特殊土料 这种潮湿天气对土料有腐蚀 当土料受到损害 那么雷达波就会少被吸收 就会更多的比例的雷达波 进来的雷达波会漫测出去 所以对它就有暴露风险 正因如此 美国非常重视对第二个升级改造 以确保所有的第二都能够再次第四十年 第一个升级的办法就是准备对外层的涂料进行重新研究 第二个就是改进它的雷达 第三个升级的方式就是加强攻击能力 如果它改进它的内部弹仓 它可以携带八十枚这样的炸弹 意味着它能够同时攻击八十个不同的目标 还准备给B-2升级数据链 2011年11月7日 一架B-2隐身空炸机出现在的北极点上空 这是美军飞行员驾驶升级后的B-2 进行的一场特殊的测试 这次极力飞行用程将近18个小时 测试的目的是 机载软件升级后的巡航能力 以及高纬度地区的飞行能力 在返回爱德华自空军基地途中 这架B-2隐身空炸机 还投掷了四枚BDU38炸弹 美国媒体新政将这一次空军行动 成为美国全球打击能力的又一次展示 B-2在北极上曾经进行过试飞 主要是验证在这种高纬度地区 升级之后的B-2能不能够稳定的工作 另外在这个地区对俄罗斯同样是一种威慑 那么既然俄罗斯能够把自己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隐藏在北极的冰干之下 对美国的本土发的攻击 那么B-2在北极上空这种飞行 也是在向俄罗斯示威 也就是说美国的战略轰炸机 能够在俄罗斯的北端北部 通过这种隐身的方式 对俄罗斯的全境发动攻击 虽然同样是北极这个战略目标 一个在冰下 一个在空中 显示的能力 显示的态度是一致的 这次飞行的成功展示 朝鲜局势持续升温 尽管B-2隐身轰炸机威力巨大 但是它的造价却十分昂贵 而且每年用于维护它的费用 也高达20亿美元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美国政府宁可不惜重金 来保养B-2 改造B-2呢 请继续收看致命武器系列之 B-2隐身轰炸机的下集